不知道欸 可能 蚂蚁突然又再婚 獨家 蚂蚁斷王拳人曝驚人內幕 很沒有用啊 佐藤蚂蚁和台塑集團長孫王文揚 2014修成正果 2023修正成果 9年婚姻畫下據點 日前她快閃台灣三天兩夜 為燕窩平台站台 這位單親媽媽分享 走出低潮目空一切的兩大秘密武器 看書以及加油小學二年級的兒子 看到的這一切 就是 沒事 就很簡單 不要想那麼複雜 小事情這麼難過 是值得嗎 要樂觀面對啊 或者是人生只有一次 所以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或者是要看看一天 或者要輕鬆一點 看過很多人生的書 那就覺得絕無 因為我不知道 台灣的好門 好門 好門的少奶奶是怎麼樣 我自願自己親自做家事 跟帶小孩 做早餐打掃 然後送小孩去幼稚園 然後做便當送到幼稚園 就做家事 就菜完衣服買菜 然後再去接小孩 接小孩之後 去公園我要跟朋友玩 陪著他 前一刻我帶他去 然後等待一個小時 然後今天晚他回家 晚上要煮飯完 就晚餐 然後吃飯 我就把他洗澡 回到晚 一起玩 幫我做報告什麼的 8點睡覺吧 就結束了 我今天想要看Netflix 一起睡覺 我假睡 他睡著了 那我就去客廳看 看影片 就不管在沙發上睡著 隔天5點半就要起床 就這個重複 每一天這樣子 其實哭的時間都沒有 沒有很 很沒有用啊 很 有意義嗎 愛有很多種 我不知道什麼是 真正的愛情 這個我還在 魔索中 不知道耶 可能馬鈺突然又再婚 你會讓我很玩耶 三里娛樂新聞 每9月會再回台喔 報導